海龟台风终于动起来了 它的最新位置在澎湖西方80公里的海面上头 那么现在以这个时间点来说 其实台湾本岛已经脱离了它的暴风圈涵盖了 可是金门跟澎湖依旧在暴风圈的威胁之下 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是 晚间的话领导地区还是会有一些强风暴雨 像是在金门最近这一小时湿雨量又来到了30毫米了 可是本岛虽然脱离暴风圈不可以完全掉影清新的 因为雷达回布图当中你还是可以看到 顺着整个环流结构依旧还是有些比较强的对流扫进来 像是花莲秀林的湿雨量现在又来到了37毫米了 今天晚间的话其实都还是会有一些间歇性的风雨 我们直接从气象局所发布的豪雨特报当中要提醒您的就是 现在气象局依旧持续是针对了包括了像是宜兰的山区 还有包括了整个花莲地区 另外还有包括了高雄跟屏东的山区和金门地区发布了豪雨特报 另外北北纪移以及南投 另外还有包括整个云林以南含有宜兰的平地跟台东地区的话都要留意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 风势的部分的话同样也要流星了 因为包括了基隆贝海岸以及澎湖跟金门都还是在晚间有机会出现9到10级的强阵风 虽然比起海魁之前在登陆的时候所掀起的 在台东地区有16级的强阵风来说的话是比较小了 可是9到10级依旧都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危险性存在 而未来的降雨趋势当中要提醒您的就是 接下来海魁逐渐远离 礼拜日依旧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 接下来大地压带盖在台湾上头 所以各地依旧都还是天气不稳定 尤其是午后靠近山区的部分依旧会有大雷雨 整个天气状况要比较稳定下来 可能就要到星期六过后了 以上就是晚间最新的气象资讯 你好我是宋燕铭 想掌握最其实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